主席 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在这边是很严肃的来讨论工厂辅导法 刚刚管碧林委员说在野党抹黑 请问哪里抹黑 今天这一条在野党的主张非常明确 在整个管理机制 在行政院下面去设这样的汇报机制 才是一个有效的处理机制 我跟各位报告 在我们的食安法里面 第2之1条非常明确的提到 为了食品安全协调监督推动及查气 行政院要成立食品安全汇报 在座的立法委员们 不会不知道食安法有这一条的规定吧 而食安法的规定 为了重视食安的问题 每三个月开一次食安汇报 由谁主持 行政院院长主持 请问今天国民党为了希望土地的正义 为了希望这些非法的工厂 可以辅导 可以有效的管理 可以解决问题 我们很负责任的提出来 应该要在第28条之2 设立行政院层级的汇报 请问这叫抹黑吗 这是非常务实 而且代表我们政府重视这项议题的做法 很遗憾 在執政党为了护航 为了不想增设这样的组织 竟然这样子来抹黑在野党 真的不知道你们的专业到哪里去了 更何况最近才刚修正通过的 毒化物管理法 一样在第七条也是明定 为了加强决策及协调 设立国家化学物质管理汇报 一样是由行政院层级 为什么需要设立行政院层级 这样的一个汇报 刚刚大家都提到了 这些非法的工厂涉及到的不会有谁 有经济部有环保署有农委会 也涉及到整个国土的计划 包括内政部 涉及到跨部会的层级 这么重要的事情 如果今天的执政党 真的想解决问题 为什么在行政机制上 不肯把层级提高 除非有一个可能 就是今天的执政党民进党 在这一件事情上 就是要就地合法 根本没有想要处理问题 而前面民进党几位委员的发言 根本就只是发言 而不代表行政机关的决心 所以在这个条文 我认为国民党是很负责任的提出 应该要设立行政院层级的汇报 而有效的来解决非法工厂的问题 谢谢 谢谢 谢谢王委员 下一位请领委员议法